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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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校友會蔡芳蓉製作 記錄會有五樣故事的 智餅龍時代 過去時集都吸引很多人收看 而接下來就會推出校慶特別版 校友會還會計劃復活校友人旗寫生 你怎麼開得那麼大聲啊?姐姐 我自留意啊 哇!原來你 你是校慶藍團Unity的粉絲? 阿弟弟,你不是應該專心做功課的嗎? 不是,你又說還有些測驗未溫 那你先揹粉,花粉蜂不定,堂子呀 你也堂子呀 喂,放學還沒走? 哦,他在看你,叫大家密切留意 至永龍時代效慶版 那今集的主角又有誰? 既然是效慶特別版,主角當然有這麼少份量 而今次主角總共有三位 第五集,知永龍時代效慶版 有我,譚日玉 還有我,陳偉雄 當然不少得我,陳炮偉啦 大家好,歡迎收看第五集,知永龍時代效慶版 眨下眼,永龍中學踏入25年 要運出多年來,在學校具代表性的人物 創校校長譚入屋當然是其中之一 你是我的主,因我走這一路 搞上我的鼓,都是你在保護 譚候長由1996年至2015年擔任永龍中學校長 陪伴了永龍足足十九年 其後他出任其他中學校長 直到2021年,譚校長正式榮優 適逢學校25周年校慶大日子 他都趁機會回永龍重遊舊地 一步又一步,只是恩典之路 如果有什麼慶典啊,周年紀念 或者有些特別的活動啊,musical 那些我都會回到的 始終是做了19年的校長 在那裏是最久的 我做過四間學校最久的一間 而且是由創校自己開始 一手一腳,感情當然是特別深 校長現在是否有跟永龍的校友保持聯絡 有啊,特別是在升學的問題上 諮詢過我,我又幫過他那些 譬如陳樂彤,畢業禮 我問他畢業後想怎樣 他說我會去韓國讀書 我已經很驚奇了 他說你懂韓文嗎? 他說那時候不懂 不過他說我會用一年時間去學 那一年就有個天主教的中學校長會 就教了一個韓國的升學展 那麼知道了一些多些關於韓國升學的訊息 我就跟他說 我說,喂,你不如去一間 可以試一下去一些出名的大學 韓國最出名的那 有三間大學排名第三的那間 叫做現世大學 結果他申請之後真的收了他 所以他很開心 我在培政做校長的時候 有機會跟浸聯會幾位中學校長 包括鄭鏡林校長 去韓國考察那些大學 特地都探過他 他也是帶我們參觀現世大學 很開心 那一會兒回到學校 有沒有說 最想見到哪位同事會探望他呢? 最想見到的就是鄭鏡林校長 因為交了棒給他 那個棒摺得好不好 還有發展成點是看他的 喂,雞琳 喂,校長 你好啊 很開心的,見到你 是啊 一段時間沒有回來 都幾久了 這次回到永龍中學 我覺得很親切 因為二十五周年 我想鄭鏡林校長 和一班同事都做了很多功夫 所以這間校報紙得很漂亮 我覺得花了很多心機 永龍中學給我一向的感覺 都是一個很有愛的大家庭 我最近在Facebook裡面 就有一個第一屆 進來讀中一的同學 找回我 原來他說我不是很出名 不過呢 他從九龍搬進來屯門 就報了這間學校 到現在他都很懷念中學的生活 難忘事其實有很多的 最難忘的應該是 2000年政府宣佈幫全港學校 來加強學校的硬件設施 即是所謂校舍改善工程 我們永龍中學在九六年開校 是屬於沒有升降機的學校 學校只有26個課室 26個課室 其實面對新高中 我們是不夠課室的 當時我收到的資料 政府每間學校預留了4千萬 所以我很感恩 也都是很仔細很用心 來跟我們的老師團隊去商討 怎樣來善用這4千萬 我們看到現在我們的校園 的確真的美輪美援 我們多了一座升降機 也多了一座新翼 以及多了很多以前沒有的 學生可以學習的場地 讓我們的學生 在校園的生活裏面更添知彩 如果你問我對哪一位 永龍中學的校友印象最深刻 我會選擇第一屆入讀我們中一的葉興華 她是我第一個 我鼓勵她回內地讀書 升讀大學的同學 結果升讀她的廣告設計專業 正正因為她在內地曾經有這些經歷和這些人脈 讓她今天可以在大灣區裏面 真的有很大的發展 她現在是攻合空間 這個是大灣區為了吸引港澳的青年人 北上創業的平台 她做得很好 我提這個同學 就是鼓勵永龍中學的同學 繼續努力 就算在永龍中學 一個很平凡的同學 其實都可以有很大的發展 創出名堂 譚校長從事教育工作41年 接觸過無數學生 能夠成為譚校長其中一位印象深刻的學生 真的很難得 而譚校長剛剛提及 現在在佛山的葉興華校友 還有兩位師兄師姐 他們分別是身在英國從事升學 及音樂教育工作的徐傑心校友 以及近年呂獲樹榮 2020年近榮獲亞太設計師金獎的 室內設計師蔡昌華校友 都有些難忘事和大家分享 譚校長的口頭前和小動作 每次我去問一些請教她的事情 她很認真也很用心 首先去抬一抬頭 用一個很誠懇的眼神去看著我自己 然後就會回答我 其實可以更好的 這句話不知不覺間 已經成為我出來做事 我人生的一個座有名 其實凡事都真的可以更好的 我只記得她經常叫我名 阿伊兵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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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很親切的 每次見到校長 阿伊兵華 你最近怎樣 我覺得這件事都是我們學會的學生 在校長心裡的事都是深刻地印記著的 我是很希望做些通話 因為是在內地 早些可以回到永龍 和各位同學 都拜訪一下各位老師 校長 或者是校長 有哪一年校慶 我是會很深刻印象的 五周年的時候 我還沒畢業 很記得要還校跑 每年都要跑 跑得很辛苦 十五周年的時候 我在永龍工作 很記得當時不用再跑 都有你吃了 總之是教職員都可以吃你了 如果你說最難忘 當然是今年啦 二十五周年 嗯 我們一家雖然已經離開了香港 但是呢 可以拍片這樣參與永龍的校慶活動 我們都非常之開心啦 永龍 生日快樂 回憶永龍中學的重要人物 大家除了會想起創校校長譚日豬之外 當然不少兩位前副校長陳偉紅和陳柏威 他們兩位早在1996年就加入永龍大家庭 二位洪副校就在2017年榮優 柏威副校就在2020年榮優 兩位都在永龍生活了超過二十年 他可能進入校務處轉右 就是我們最懷念的地方 是啊 亦都是我們花最多時間逗留的地方 好 怎麼睡 都沒有什麼變動 是啊 是啊 這裏也都帶給我們很多回憶 是啊 很多時候有時的同事來找我們都進來這間房 嗯 一起聊聊天 嗯 甚至一起一起祈禱 是啊 還有很多學生也都會放學的時候來找我們 哈哈 哈哈 我很多時候就招呼他們過去對面醫療室等我 很多學生不舒服下來醫療室的時候呢 我又可以過去關心一下他們 那這些機會呢其實就中下了很多情誼 嗯 嗯 我很多時候在這裏都在這裏做到五六點的時候 我就走的時候就提你 拜拜 早點走啦 是啊 不止你提我 因為這裏很有趣啊 那些學生呢 是會 的 就是在這裏 對 那裏幫我說Goodbye的喔 對 那就是提我早點走 對 好啦 提還提啊你早都不聽 對呀我 正議院校長 給了個綽號我 他說我是永龍的美男 最後走的一個 喂 熊 眨眼你退休了四年多了 那我就年多了 你有沒有一些不捨的感覺 其實四年多以來都不斷都會回來走 因為其實雖然走了幾年而已 但仍然覺得很掛念的地方 所以間幾個月又會回來一次 可以談到同事 逛逛校園 我回來比你更密 你好像沒有走過 是的 我覺得自己從沒有離開過 真的很不捨得這份情誼 我不捨得我的同事 不捨得我的學生 還有不捨得我有份參與建設的校園 你其實有什麼難忘的事 因為我做的事主要是和教學上有關係 每年在暑假裡最忙的就是編時間表 記得早年不是那麼多時候用這個 現代科技的時間表的時候 是需要插紙仔的 一個很大的時間表 將全校老師放在紙上 然後逐個老師的時間表 放進去 這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我試過有一年和另一位同事 一起去做通宵 做完之後是很開心的 因為做的時間表 是令到同事在未來一年 教學上是能夠順暢一些 舒服一些 我們之前做的功夫是沒有白費的 你呢 難忘的事真的很多 不過一數呢 當然是數回25年前 我記得特別是我在坐的地方 我就看到 我們校四周都是工廠大校 是啊 有一晚呢 夜難人症了 那我和郭志泰老師上到去頂樓 原來他就設了一部圓佛粒子機 原本的濾鏡是白色的 這個我見過 我見過 我見過 都給他看過 好誇張 經過一天之後 就灰黑色的 是啊 很厲害 然後我們就想想 怎樣去改善 特別現在你看到 我們的鐵網加高了 是啊 然後呢 有一些泥巴 是啊 希望改善那個景觀 種很多樹 而後來下面的工廠 遷移到內地了 我們校呢 無論噪音 無論空氣質素 都有很大改善 沒錯 這個都是恩典 感恩 偉紅和柏威兩位前副校 一個夠曬錯 一個夠曬nice 雖然兩個風格不一 不過多年來拍照相互相配合 偉紅主力負責教育學方面工作 柏威就專責學生事務 不知道幾位師兄師姐 對他們的印象又是怎樣呢 偉紅一直給我的感覺是很親切 很有笑容 還有很關心學生 還有很有耐性 他講書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害怕他 我記得讀書的時候 因為他很認真 還有有點惡的感覺 偉紅發授最深刻的動作 就是他很認真講書的時候 有時講解一些尊有名詞的時候 他就會這樣 每一次他進來班房的時候 他都走得很快 他躲下頭 去到房間的中間 他就會跟同學說 他會跟同學說 我們一起學攝影機吧 怕阿威給我的感覺 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 記得我畢業之後 其實我洗禮 當時他沒有來 但我在之後那星期日 收到他寄給我的一張心意卡 這是他的兒子 韜韜 中年畢業之後 其實他都會很關心學生 他上課的時候 那個身體語言會比較大些 所以令到他的頭髮 他的蜂蜜的頭髮 就會經常這樣動動 好像一塊雲 就有點有趣 每當他想事 或者說說說話的時候 他都會 閉上眼一段時間 然後當他想好了 組織好了 他就會 睜開眼睛再跟我們說 我記得那時 炮偉副校長 退休 要離開永龍的日子 他正在收拾東西 我就在地上 就撞到他了 我就看到他站在校務署門口 就看著操場那邊 然後我就走過去跟他聊天 誰知道聊一聊的時候 他就 一時感觸 那一刻 我就覺得 他對這個地方 和這裡所有人的 那種 不捨是這麼大的 柏威Sir一直給我的感覺 其實我會用四個字去形容 是三心兩意 我覺得柏威Sir是一個很開心 很窩心 還有很有心的老師 窩心為何這麼說呢 例如我記得有一次 就是聖誕節 就快到 陳Sir就說 今天約了兒子吃聖誕大餐 我就跟陳Sir說 你兒子真的很好 我自己都沒有機會 跟爸爸去吃聖誕大餐 很羨慕他的兒子 我記得陳Sir就跟我說 美容有一天 我都請你去吃聖誕大餐 這件事 到現在可能二十年後 還記得當年陳Sir 一個很窩心的說話 他兩意 我就覺得他這個人 是很有誠意 和很刻意的 很有誠意 就是 例如我們現在不職業那麼久 其實都會約他出來 去吃飯 每一次 完了之後 他都會載我們回家 在車上 原來他已經一早準備了一些歌 就是我們當年很喜歡聽的 可能流行曲 或者是一些詩歌 所以我就覺得他很有心 原來連歌 這麼微細的東西 他都會準備 例如 Today 或者是 《愛思不保留》 B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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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rls I'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big thing If you leave me But I do feel I will miss you much Miss you much I'm a big girl I'm a big boy I'm a big 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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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葦虹啊 今年是25周年了 嗯 你有沒有一些祝願 很想跟永鴻的師生說 我想回其實 其實一句說話 茫茫的初心 我也期望未來的老師同學都記回 當日你選擇進入你家校試奉的時候 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是神帶領你進來的 你要做的是做神的工作 讓他得到榮耀 讓這個地區的學生得到幫助 在這個時代的香港 我很深盼望我們的永龍人 繼續好學自知 收己善群 好好在社會上去貢獻自己 榮神益人 我在這裡祝願永龍中學 繼續以獄人為本 以學生為本 建立到很濃厚的一個師生的感情 教師的團隊 繼續有很強的一個內聚力 我相信這個才可以應付到 急速變化這個社會的需要的教育要求 我相信永龍中學一定做得到 在今集的《至永龍時代》裡面 很感恩由譚友樂校長 陳偉龍副校長 和陳柏威副校長 在當中和我們分享他們在永龍中學 過去的點點滴滴 是他們的智慧 他們對教育的熱誠 對同學的關愛 成為了我們每一個人 在永龍中學裡面的那個記掛 和感恩的地方 深信呢 神一直都會拖帶著我們 祂的恩手從來都沒有離開過 深盤呢 神的恩典 都繼續陪伴三位 和我們每一個永龍人一起 騰信而立 同心前行 Stand firm by faith Go forth in unity 神啊 我感激恩手永不曾離開 讚嘆在做厚人不可替代 萬事盡放開 前程由你處在 永沒變改 神啊 我感激恩手永不曾離開 讚嘆在做厚人不可替代 萬事盡放開 前程由你處在 你是愛 你是愛